想问您有没有什么阴道保养的产品 关于酸碱平衡的 之前看过一篇报道是说 阴道是弱酸性 精液是弱碱 如果内涉的话 会容易影响阴道内酸碱平衡 进而导致阴部容易发炎感染 以及容易让阴部干涉 我最近也觉得很不容易湿 但是以前不这样的 请问不是有没有相关法的方式 这边啊 我想先跟你们讲一下就是 阴部容易发炎跟感染 还有阴部干涉 不完全是因为内涉在里面 要怎么说 阴部本来是弱酸性的 大概3.8到4.5 它是弱酸性的 那个精液是碱性的 精液射进去你的 在射进在你的阴道里面之后 它的确会短暂的改变你阴道的酸碱值 就是你的阴道就会变得没有那么酸 那没有那么酸的意思就是 它的保护力会没有那么的强 但是因为阴道会自己清洁 它有自己清洁的功能 所以那个什么精液它也是会 有时候会随着时间异化 会流出来啊 然后阴道也会去清洁 所以它当那个精液离开之后 阴道就会恢复它原本的酸碱值了 不会因为你今天射精了 然后你的阴道就变得 就从此改变 不会 你只会改变一段时间 就跟女生月经来是一样的 精血是碱性的 所以月经来的那一段时间 你的阴道都会变得没有那么酸 那没有那么酸就是容易感染 那就是加强注意就好了 但是并不会因为你这一次月经来 你的阴道就变得变更减 然后下一次来再变更减 不会 就是过一段时间 它就会回到自己身体的平衡了 我们身体会有个动态的平衡 所以 跟内社会不会影响 内社会短暂影响 但是这个短暂的影响 其实它并不足以 直接去导致你阴道感染 还有发炎啊或变肝 通常都是你在这段时间 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酸 或者是你的平常生活习惯 没有这么好的时候 导致你容易感染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就好 不需要去清洁阴道里面的 那个精液 手绝对不要伸进去阴道挖 不管你有没有感染 就是不能挖也不要洗 你这样洗只是破坏你阴道的那个黏膜 那个黏膜也是另外一种保护 跟酸碱值 它是一样的 一个酸碱 弱酸性是抵御外面的细菌 那阴道它本身有个黏膜防护墙 如果你一直去灌洗 去挖里面阴道 其实你就是在破坏你自己的防护力 那再来呢 就是有没有相关的保养方式 那其实我讲过非常多次了 阴道最好的保养 就是不要做任何事情 你不要去动它 那如果你会变得比较干 或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用润滑剂 或者是如果你是因为更年期 或者是你是因为荷尔蒙的关系 还是因为疾病的关系 你要找出原因 那如果是因为你可能这阵子压力比较大 比较没有办法沉浸在心爱里面 你也就会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湿 这些原因都要自己找出来 我觉得你不容易湿 跟射精在里面没有关系 那我认为可能 这是我认为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详细状况是怎么样 你要先去找出来看你现在年纪是几岁 会不会是有荷尔蒙的改变导致的 或者是你的情绪上面也会影响 再来最重要就是阴道不要随便涂抹东西 你如果真的要涂 那就是你在性胶的时候 你可以使用润滑液 这样OK吗? 就是私密处啊 如果是不管是哪个牌子啦 反正是沐浴乳肥皂 或是私密处什么什么都好 你们可以洗的地方就是有毛的地方 就是外阴部这边会有毛的地方 你就洗这边跟上面的阴部的腹部这边洗就好了 那当你要剥开去洗里面的小阴唇跟大阴唇之间的那个沟槽的时候 其实用水就可以了 那中间那一道呢 就是尿道跟阴道 更不要去涂一些 不是涂啦 不要去用一些什么泡泡啊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因为那边是粘膜 所以它本来就不可能像你洗碗洗盘子一样 洗完之后还会滋滋滋的叫 我也没有用什么什么什么私密处什么什么东西的 但是不是说不能用 但是你要用的时间 我是建议射精完还有月经来的时候可以用 那如果你要每天用也不是不行 但是就是洗油毛的地方 或是你拿去洗澡也可以 他们那个有的会做弱酸性的嘛 那其实我们的皮肤表面也是 所以你整瓶拿去洗澡 皮肤会可能会变得蛮好的